如果你家门口被贴了这张粉红色的送达通知书 通常信箱里面也会有一份 这个就代表说 邮差来送法律的诉讼文件来的时候 没有人签收 只好把这张寄送到派出所 但要特别注意了 从寄送到派出所的隔天 开始算10天之后 就会产生送达的效力 也就是说对司法机关来说 这个收件人他已经成功收到信件 法律上就会开始计算相关期间 例如上诉抗告期间 或到案开庭时间 千万不能不理会 这回新北市有民众 想说住家没这号人物 没去领取文件 才会有远景持拘票上门 因为时间一到 警方就必须遵照院检韩文 依法执行相关程序 本分局接获地检署来含指示 金派员前往案子执行具体 那金访查住户表示 被具体的人并未拘于案子 那我们后续将具体执行情形 含复地检署查办 如果收到陌生诉讼文件 可以透过警方询问是哪个 地检署法院承办 再打电话反应就可以 但若因为出差或地址更改 没收到文件又该怎么办呢 就曾发生过有民众 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同期 但如果说真的发生一些 突发状况没办法收到的时候 例如像执行署寄送的欠税传缴通知书 如果放着不理也会被强制执行 可能会被扣薪资存款 甚至不动产被查封拍卖 不管收到怎么样的政府机关信件 都得要特别注意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